我今天要回农村了 所以要给你们了解一下 我们这边的农村的生活吧 现在我就到那个 人家种田那边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 我们这边做那个大米嘛 做大米啊 以后然后这个就 那个大米酥 然后拿去塞缸 然后就放这样的形状 以后就给那些养牛的 就给牛吃 这样的你可以放时间很久 我们越南语叫 Gerum 就小时候我也曾经 跟那个我的外公做这样的 就冬天嘛 下雨季的时候 你没办法放牛 那你可以把这个给他吃 出去看一下 我这边有人 他们有那个 那个菜园 种各种菜 然后每一天就这样就 拿去那个卖 去塞市场那边卖 这个是芋头呢 芋头这个也可以卖的 这个是黄牛的防死呢 好臭啊 不知道大家那边 跟这个一不一样的 又有养牛的 这些都是种各种菜 然后拿去卖 这个就是螺葵菜 这种菜我们这边也可以煮汤 也可以做饮料喝的 就很好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那边有没有 有的给我留言看一下 我们越南语叫 肉麻 人家种的也是很多的 这个可以拿去菜市场 买 然后跟那个牛肉或者蝦子 煮汤也蛮好吃的 这个 这边有红薯 这种 这个是红薯哈 像这个东西 你擦 然后拿回家 拿回家拿去蒸 煮一下 煮一下 就跟那个我们越南的鱼肉 吃也是蛮好的 因为越南的 吃的东西比较简单嘛 他们很喜欢这样吃法 很多哈 这边还有空心菜 我们越南这边的在农村 空心菜 很多人 种的 空心菜 空心菜这个种的很容易的 就几天它就长大了 这边有人放牛呢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黄牛 哦 这边很多这个野花 我刚才吃了那个薄罗米 然后把薄罗米皮给这个叔叔 现在他就啊 给啊 给牛吃了 哇 他们好像是也蛮喜欢吃这个薄罗米的 他们在聊这个牛的他说一株这样的大概有三千万元南吨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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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当人民币 一万人民币左右 他有那么多牛 也是 如果有 欧洲 有一些货意思 但 梅子 如果是整个这个卖掉它也会有 大概我觉得应该有 几万人民币的吧 像这一只它在海运了 回到农村这里看这些风景还是蛮不错的 感觉很舒服 所以如果是我有时间的一般我都喜欢回农村这里 看看人家放牛 追追风 吃吃水果 总比在城市好多了 池农村里发生了 以动村里发生了 丐村里发生了 我发现这边是这个椰花很多 还是蛮漂亮 很多 很漂亮 这个只能回农村这里才能看到的 你看这边人家种这种空心菜的 但是这种是种空心菜在田这里种 那我们一般不会吃的 刚才那个有人他去捡这个空心菜 拿回给那个鸡 他们养鸡嘛 给鸡吃 这种我们不吃 这里看风景很舒服的 也蛮好看的 我们往这边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边是下午四点半了 以前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跟在一个地方的朋友 到这边玩 然后踢厨棋啊什么的 现在就这个样子了 现在小朋友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小朋友现在都喜欢玩手棋 像如果是回到农村我们在这边生活会觉得没有城市那么大的压力 但是呢这个也看情况吧 像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在城市生活会好一点 农村只适合一些年纪大的人 不然我们回到农村这里呢 没有什么压力的就这么介绍啊什么日子的 就就就这样过每一天这么就反正生活没有压力也不好 就是你不会那么多的努力 所以啊农村呢我个人觉得哈就适合啊就偶尔啊周末啊或者一个月回农村一室 这样的会比经常在这里好很多 这个是我们越南的斗粒 这个已经剥掉了 我刚刚剪了这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我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这个书 这个我们在越南这边出口去中国很多 就用来做那个纸的材料的 出口去中国特别的多 像我们在那边的人家收入的哈 基本就基本的收入都靠种这个书 然后四年这样的就收一丝这样卖 四年才可以开放一丝 这个是什么国的 好像我生活在城市太久了现在 回农村很多东西都是很陌生的 我看我看到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一种果 越南语叫鱼椰 它如果是变黄了 那就已经熟了 哇这个特别的香很香很香的 就吃的很甜 真的是这个很好吃的 但是现在看这个它还没熟 就放在这里吧 这个有点可怕了 我们小时候就不带拖鞋去玩了 经常被这个钉到脚里面 它很 很 哎呀 很危险的 就很难拿出来的 我的这个人生啊 我最怕的就是虫子和那个蛇 哇塞 哎 你们看现在有人来 上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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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是农历十四号,明天是十五嘛,然后像这些地方呢会经常有人来商巷,像刚才那个人,那个叔叔和两三个人,他们也就是在其他地方的,就来这边商巷。 我们这边的也有酸农历,像农历一号和十五号我们也有吃酥,我看到这个果呢,他就吃这个,这个酥的果,这个可以吃的,虽然他的酥有点危险,但是他的果,我看他有点像火龙果呢,比较小的火龙果。 嗯,吃的味道挺甜的,我刚才那个果,我把它剥掉了,你们看,里面它很像那个火龙果呢。 好,红色的,看,看的也是蛮好吃的,但是它上面比较小型。 嗯,超级甜啊。 我很小很小就吃过一次,现在才看到呢,很甜。 文学人也叫 但是它的皮 我怕这个 剥在我嘴上的 我不敢去了 那你们看 我们这边也可以种药果 但是一般我们不种的 在南部那边会多一些 这个是药果的 药果树 现在没有长果 以前很多 以前我们看到药果都不想吃 现在它变成越南的特产了 很多 这边都是药果 刚才剥掉那个果 现在在上面 有它的钉在手里面 还是有点难受 给不知道药果树的人看一下 它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越南语要发挥 以前我们到处都是这种画的 我们没有种它自己长画的 现在这种看的比较少了 花河人水比漂亮了 今天我的小梨带你们去参观 我们这边的各种的 怎么说呢 农村多到现在结束了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有意思的视频 喜欢小梨的视频 麻烦大家给我点赞分享 和没有订阅的朋友 马上按这里给小梨订阅一下 我会经常出影片 介绍给大家越南这边的生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各种画 这边看到这个椰子 很老了嘛 就放在这里 然后它自己会长书 你们看 好多的柠檬 这边还有水果 这个越南语叫芒狗 摘芒狗